打開手機密密麻麻都是喊女網友的聊天訊息 願意願在網路上遇到真愛 沒想到全是騙局 受害零星男子在交友軟體上 喊名女網友配對上 對方主動攀談 要求換到另一個平台Dear Baby繼續聊 提出想要見面的要求 女房卻說平台規定兩個人都要儲值2萬5 但其中2萬3算是保證金之後會退款 又說自己沒錢要求幫忙付 零星男子就這樣先會了5萬塊 但對方說好要見面卻直接消失 只好求助客服 你必須要找第二個女生 那個見面合拍上傳之後我們才會退款 沒想到另一名女網友出現之後 聊沒多久訊息被封鎖 客服說因為雙方未開通全線之前 就私下交換LINE違反規定 要花5萬恢復信用值 要見面要再5萬 成為對方的守護角色 但最後不只是第一名女網友不見 第二名女網友又說要約會見面拍照 需要繳8萬塊保證金才能見面 但事後一樣會退費 零星男子人無可認想退款 沒想到對方要他 再找第三個女生合照才能退 但想要單獨辦理退款也沒那麼簡單 可服一下說帳戶沒辦法收大量 款項要開通費20萬 金融單位要控管風險 費用38萬 金融單位懷疑洗錢 要另外一張卡綁定費48萬 這會不敢再相信 但三個月來已經會出去的錢 總計288萬 連百萬名車都已經典當換現金 人無可認決定報警 但這些錢那麼難拿回來還是未知數 警方統計過去三年 愛情詐騙金額平均超過3億 在網路上認識陌生人 以為找到聊得來的伴 對方的目的恐怕沒那麼簡單 TVBS新聞綜合報導